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神的应许中找到盼望 参考经文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诗篇42篇11节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灰心丧气的时候 我们的灵力会感觉沉重 我们的心也会感到有负担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转向神,依靠祂 在祂的应许和不朽的爱中获得盼望 沮丧可能来自于各个方面 失望、失败、长期的挑战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试炼中 我们也可以选择把盼望放在神身上 祂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 是扶持我们走过每段时期的主 当沮丧快要淹没我们时 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中得着安慰 祂的大能作为和日常供应 提醒着我们祂的信实 祂的应许带给我们未来的盼望 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神总是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 祂的爱和恩典够我们用 当我们把盼望放在神身上时 我们的视角就会发生转变 我们开始超越当下的环境 关注天父永恒不变的本性 祂是真正喜乐与平安的泉源 在祂里面我们能获得坚持的力量 今天如果你正灰心沮丧 请在祷告中转向神 在祂面前清心吐意 聆听祂安慰的声音 相信祂完美的做事时间和旨意 知道祂正在为你的益处而运行万事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 愿我们在沮丧中转向祢 在祢里面获得盼望 平安和力量 愿赞美充满我们的心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